您学了二十年的二胡 一直在演奏二胡是吗 对 是多大开始学的呢 我从六七岁就开始了 应该说练二胡也是非常苦的 我觉得二胡是这个乐器当中 也非常难的 尤其是一开始 是的 我呢 出生在一个农村 从小呢 就跟我爸爸学 我爸爸呢 他是教育界 他也教二胡 我当时在老家 农村练二胡的时候 都在红树窖里边练 红树窖 对 地窖是吗 半地窖 对 也是叫地窖 地窖 我知道了 邻居受不了 只能在地窖里练 没有 那个地广人稀的没事 对 不错 那是在农村 在家里面不像城市 当时主要是不好听 可能是在下边 地窖里边练 别人看不见 二胡也不好练 冬练三九 夏练三伏 冬天练的我的手啊 都起洞窗 现在还都有 巴拉 都是洞巴 都有呢 确实也是非常吃苦的 练习二胡 应该说练二胡 可能对你来说 是非常艰苦的一个事 但是掌握了一门乐器 也许会给你的生活 带来很多的改观 是不是 对 是这样的 我在农村嘛 在农村练习 练到十二岁吧 然后就考到 我们县的剧团了 考到剧团 然后在剧团呢 是一个演奏 就是剧团唱那个戏 然后我是伴奏 十二岁就开始 对 出外靠音乐谋生了 是吗 对 是这样的 干了多久 在剧团待了有十几年吧 这是老资格了 你要在一个剧团里 拉二胡 拉了十几年的话 说明你在这剧团里 二胡界的地位很稳固啊 还可以吧 那应该说在当地 生活得很幸福啊 对 它是这样的 你看你 我觉得人这心啊 也能上能下 你像马丁老师 对吧 这么著名一主持人 那遇上红白喜事 给俩钱都去 还哭呢 哭还加钱 有时候弄反了就被打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 对你来说 家乡已经没有 承载自己梦想的空间了 对 于是你就到了北京 是 一个人常当北京会很孤单吧 闯北京也不容易 闯北京的时候 有半年都没找到工作 然后没有找到工作怎么办呢 拉住二胡啊 到这个地下通道 去那个卖钱 然后拿二胡来收钱 但那一天呢能收个 也是几十块钱可能 几十块钱 当时你看在北京 住这个房子 住房子 住了几平米 也就放下一个床 然后过年的时候 别人都是吃饺子放泡 我就吃完方便面 因为我出来的时候 也是赌气出来的 家里人不让出来 但是我感觉到 在家里边没有 大的发展前途 是这样出来的